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 今天是2024年3月31日 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那我们申请每签有这样一个传言 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工作 或者你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才能够申请美国签证 市场上就业环境不好 有些人确实现在是没有工作的 或者是处于一个gap的状态 暂时是没有在工作的 那如果在这段期间 或者短时间内 没有可能入职新公司去工作的话 如果你想要申请美国签证 是不是有可能呢 今天就想讲一讲这个话题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观念 就是申请美国签证 或者说申请美国的旅游签 它并不是强制要求 你必须是在职状态的 当然你如果现在在工作 或者是就职的 这是一个加分项 但是并不是一个入门的 或者强制的门槛要求 你没有工作 并不代表你不会被签发美国签证 但是在面签过程当中 美国签证官确实会关注你的工作状态 如果当前是完全没有工作的 就有可能怕你去美国打黑工 因为你在国内没有一个工作等着你 那你无工作一身亲 会不会去美国打黑工呢 对吧 直接打工挣钱 或者你没工作 那就意味着你可能没有收入 可能会怕你无力支付旅行的费用 比如说去美国一趟要花个几万块钱 那你没有收入怎么来付这个账呢 对吧 或者呢 就是怕你在国内没有工作呢 就没有一个国内的约束力 能够让你及时回国 就比如说就算你不想在美国打黑工 你就是纯粹的 我想在美国多玩一会儿 半年都不够 我想要玩个一年两年的 反正也没工作等着我 那我急什么呢 对吧 你也有可能逾期滞留在美国 所以呢 它确实会关注你的工作状态 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的考量依据 那我们就以这个为前提 我们现在确实是没有工作的 我们是无业状态 甚至有的就是家里蹲靠父母养的 这么一个状态是否能够申请美签 或者这样讲 我们在这样的状态下申请美签 怎样能够提高我们的通过率 我们来想一想 没有工作或者没有入职 其实并不代表没有收入 对吧 签证官比如说怕你去美国打黑工 或者怕你没钱支付旅行的账单 那我们可以证明我没工作 但是我有收入 比如说家里有很多房子都在收租的 那你可以有一个租金的收入 不管这个房子是在父母的名下 还是在你自己的名下 这个租金的收入 你可以写在自己的名下 我家里有很多房 有个十几二十套房 我的工作呢 就是转一圈 拎着这一串钥匙去收租 那这个当然也可以 或者呢 现在有一个新兴的职业 叫全职子女 就是父母给生活费 你陪伴在父母身边 你说是养老也好 陪伴也好 对吧 这个父母给的生活费 也是你的收入 那只要这个收入足够高 或者说足够能够cover你的旅行费用 也是能够说得通的 那或者呢 你比如说没有入职一家公司 你没有受雇佣 并不代表你完全没工作 现在灵活就业 也是我们工作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比如说就算啊 我说的最底线一点 你去送外卖啊 或者开滴滴 也是一份工作 也是灵活就业 或者有的人做直播啊 直播带货 或者直播收取打赏的收入 那当然也是一份工作啊 甚至这个收入还非常的不菲 比如说自媒体的 像是旅行博主啊 海外的旅行博主 或者国内的旅行博主 反正总而言之吧 就是做自媒体的 那也是有收益的 也是工作的一种 这无非就是收益高低而已啊 不是只有打工 不是只有入职一家公司 才算是有工作 那有的人有这样的迷思啊 就觉得我没有正经在一家公司工作的啊 或者我没有正经在体制内的 就算没工作 你填个没工作 那这个就是把自己给矮化了 把自己的优势给放弃了 或者呢 比如说你确实也没有在入职 也没有一个灵活就业 难道你就真的在家里完全躺平了吗 我想应该是不可能的 比如说你稍微有点资产 你可能会去投资股票 或者投资房产 或者甚至投资比特币啊 或者其他的加密货币 其实都是工作的一种嘛 就比如说你投资股票 房产比特币 你就是职业投资人嘛 也是工作的一种啊 对吧 它是有一个预期收益的 或者说预期的投资回报的 那这个也算是工作的一种 比如说如上说的 你全部都不适合啊 你没有入职 也没有灵活就业啊 也没有投资房产 或者金融类的产品 获取收益的 对吧 也不是代表完全没机会了 你还可以去靠别人 所谓叫靠别人呢 比如说啊 你跟你的父母一块去申请美国签证 父母可能有工作 父母可能有退休收入 那你作为全职子女 依附着父母去申请美签 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你的配偶是有工作的啊 你比如说是全职太太 或者全职先生 你们作为家庭的一个整体 去申请美国签证 那当然也是可以的 甚至在签证官看来 全职太太 全职先生 也是一份工作啊 你不要觉得这个就不是工作 也是一份工作 你只要你的先生或者你的太太是有工作的 那也是可以去申请美国签证的 甚至再退一步 比如说你的男女朋友条件比较好 有工作收入的 那你们也可以以男女朋友的身份去申请美国签证 甚至比如说你的朋友 他有美国签证的 你们可以作为同行人 你去申请美国签证 这都是想办法可以借别人的利 借别人的优势来申请美国签证 尽量的提高美签的通过率 你还可以找一些合理性啊 比如说你当下没有工作 如果你是一个学生的话 那全职学生是肯定不用工作的嘛 对吧 或者你比如说你已经大学毕业了啊 那你现在正在准备考工或者准备考研 那这个状态确实是没有工作的可能性的 你需要把全部的精力啊 全部的时间用来考工或者考研上面 这也是一个你没有工作的合理性 也是可以说得通的 那比如说你实在什么办法都找不到了啊 你无论是就职也好 灵活就业也好 或者说自己去投资金融类产品也好 或者别人都靠不上的 那你可以尽量增强其他的条件啊 来让自己没有工作这件事情呢 没有那么的乍眼 没有让签证官如此的建议 比如说你名下的资产 如果能多一点的话 你的学历啊 如果能高一点的话 你的婚姻状态 你比如说本来是单身的 现在是已婚了 或者呢 你的出境记录能不能丰富一点 你本来是白本 现在出境记录比较多 你通过增强其他的条件 增强其他的优势 让签证官来忽略你没有工作这件事情 比如说像在武侠小说里啊 你如果内力不足呢 你就练练剑法啊 剑法强大的也能成为高手 并不是只有这么划身一条路 你只有练内力一条路啊 不是只有有一个好工作 才是申请美签唯一的条件 那实在实在不行 你以上这些全都靠不上 那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找个朋友啊 或者同事的公司挂靠一下啊 也能把你的这个工作的问题给解决了 当然这一条不太推荐啊 只是最后的最后 你实在没有办法了 你去考虑一下啊 那或者呢 还有一种可能 你就可以去海外申请美国签证啊 这个就是剑走偏锋的方式了 当然海外申请美国签证 又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了啊 今天实在来不及讲了 如果对于申请美国签证 加拿大签证 可以添加罗密纳书的微信 或者电报付费咨询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聊 之后 在这家里 我们下期再见 味 Θ денег